對於一間真正的好公司 趨勢成長的公司 因為短線上營收的關係 開出來跌下來 這就是最好的買點 包含說一檔股票跌下來 我們要怎麼去做動作 能不能續報要不要加碼 這些你都會很清楚 3715的電影投控 以電影投控來講 這就是我說的嘛 你去看喔 昨天這樣大漲 追進去 今天又吃一根跌停 這就是目前盤勢難做的地方 你說它基本面有沒有什麼變 根本就沒變 就是隔日沖短線刻之類的 但是這種東西其實影響的 都只是短線上的震盪 新人員車的PCB 這個也是趨勢 市佔則會越來越高 趨勢沒問題 本益比不會只有10倍 10倍就是基本 今年的預估EPS要賺2.5到3 2.5到3塊錢 25元以下很便宜 本益比不到10倍 這個位置也會是一個很漂亮的買點